这个展览呢 是在Kollier Contemporary Art 和另外一个艺术家Paul 一起做的一个连展 展览的题目呢 叫Wonderblock Wonderblock实际上是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 记忆里的潜意识 和以记忆这个意识之间的 关系的一个实验 那我们两个的展览呢 实际上都跟记忆有关 记忆有很多层次 很多表现方式 因为我们每个人 实际上都会面对记忆 我做这个展览呢 也是跟我母亲在这边有关系 因为我从30多年前吧 离开中国以后 就很少有长时间的 跟父母在一起 那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母亲在这边住了 一年多 一年半 从我和母亲之间的这种 重新在30年之后 再重新生活在一起 那跟她的交谈 我慢慢也能更能体会 就是人生的这个过程 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 她经常就是跟我在一起 聊一些 只有我们呢 两个人能听得懂的一些事 很多很多都是一些 跟记忆有关 对以前的记忆的一些这种 回忆啊 纠葛啊 或者是一些恋恋不舍 有时候喝茶的时候 在叙叙叨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勾起了 我到很多的这种联想 其实我们每个人记忆都很神奇 就是它一直在变 但是呢 最后你留下来的这些 就是能在你眼前 能浮现出来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最本质的 它可能更是一个核心性的一种 应该说是精神上的一种痕迹吧 比如说有时候是一个声音 或者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色块 一个图形 甚至一些这种 很平凡的这种质感 就是一些布啊 衣服啊 甚至一些随便生活里边的 一些的这种小物品啊 都会让你勾起一段 就是你以往的这种经历 那当然我觉得 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做的作品肯定是逃不开 你自己的经历和你自己的情感的 这个大概也是一个艺术家 做作品的一个动力吧 是一个灵感来源 我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 别人不太经意的 然后但是在我记忆里边 是一直比较深的 比如说一些颜色 我处理都比较灰 因为我们那时候 在小的时候 在北京生活 尤其是对那种北京的这种房子 那种房顶瓦的那种灰颜色 其实在我记忆里边 是非常非常就是抹不掉的 所以我用了很多灰颜色 再加上我目前这种生活里边 你看到这几年的变化 周围有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 这种冲击和创伤 甚至有些家人都去世 变化人非常渺小 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 它就像一个记忆一样转瞬即时 对我这次展览 用了很多的那个材料都是用的是灰 基本调子也都是在一个灰调里边 找回我曾经就是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些 有些是温暖的 有些很冷的一些这种颜色和感受 比如说用灰这种一层一层 有些作品可能要二十层三四层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处理 就像淘沙一样 只有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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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之后 有些东西浮现出来的可能是你认为是非常珍贵的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也跟我在日本生活受的那个文化有影响 比如说我们说的叉迹 叉迹它就是强调一种物质本身的一种内在的朴素的美感 它是一种老化的 经过时间沉淀的 所以它的这种色彩都不是说非常鲜亮 它都是在一种魔力之后 它浮现出来的一种非常有厚度的一种颜色 那么包括一些对影子的处理 因为很多事情它都是埋没在一种记忆里面 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览无余的 当然我做的时候一层一层是夹 夹完以后再去洗 然后让它沉淀出来 所以这跟我的记忆过程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所以整个作品它都是灰蒙蒙的 这是我整个这个展览的一个基调 因为只有你找到一种恰当的语言 表达方式的时候 才能强调你要表达的一种主题 我跟我母亲聊天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惦记着我父亲的那个墓地 因为我父亲七年前去世 去世以后每年我母亲都去看他 他就一直在说 那墓地旁边的植物会被荒掉 然后就是很纠结 所以我用了一些植物还有这种灰灰的一种尘埃的一种表现方式 当然这种灰实际上它是有一种层次 是把很多的你的这种情感就是 就是一点点埋进去又压一层又压一层 很符合人的这种潜意识 我母亲她总在续续道道在讲很多 她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小时候的事 就像那个留生机一样 有时候就像这个都是圆的 一圈一圈的 所以像这种从里边出来的 是羽毛拔掉以后 那个尖尖的中轴 它在这个作品里边实际上它有一些东西 很刺痛很扎你的这种神经的感觉 像这种颜色的处理 一点点把它从开始有颜色比较强烈的时候 一层一层压下去 一直到很多东西隐藏到背后 只有这个东西在它有退隐的时候 它凸显出来的东西才其实更触动人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 我才能把我那种情绪表达出来 像这里边有一些茶袋 有一些这种斑驳的痕迹 有时候跟我妈聊天的时候 都是从喝茶开始 但是感觉回忆的东西很多 都是很荒芜的 就是很久远的 有些东西它讲的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所以只有我这个年龄 才会有耐心慢慢去听它讲 其实真的是因为疫情 才带来一个家里面的这种 就是重聚的感觉 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家这个概念 亲人这个概念 亲情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变得比较重要 人慢下来的时候 很多东西你才体会到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人的亲情 像这个作品呢 实际上就是两块石头 断掉 隔裂 然后又重新又能合到一起 但里面是就是茶袋 茶袋然后又用那种宣纸 给它封在里面 它就很像是一种很老的一种记忆 很多作品它是一种隐喻 它并不一定代表百分之百的真实 但是这种隐喻是你自己 用自己的这种方式 去把它提炼出来 它有点像飘出来的那种云的感觉 但是是一个茶 就是你永远觉得远远的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可能有一片 你说不清的一个空间 一些很小很小的记忆 但是一刹那又回来了 这个是一个粉粉的 就是有点这种青春记忆的这种颜色 然后这里边这个是肥皂 就跟小时候的一刹那的那种 很美好的那种回忆 又联系起来 所以整体是很温暖很柔和的颜色 但是也是退得非常远 我父母他们的老家是河南 所以这个就叫黄河 现在人跑到这边 其实每天面对的是大海 它是一个归宿 因为我看我父亲 小时候看他画那个黄河 画水的时候 那种黄颜色 那种浓浓的 那种黄河的那种感觉 一直在我眼前一直浮现 所以我觉得那种黄 在我作品里面 一直反复出现 它也不是说纯黄 它是那种厚的 污浊的一种黄黄的感觉 应该跟记忆是有直接关系 这个作品实际上看起来 就特别温暖 你看这儿有一个小小的种子 这儿有一块树皮 其实每个人我觉得 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 心里的桃花源 这是一个树皮 树皮和它这个种子的这种关系 就它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其实就是厨房的一个抹布 来救救的 但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 这种感觉一下 勾起好多好多小时候的联想 又一种就是很遥远 很温暖的感觉又回来了 就像你写文章 它可能从一个字里边 就蹦出来 慢慢慢慢一点点延伸 它这种延伸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带出了 好多好多你自己的这种经验 就是生命经验 你自己对自己的过去的一些回忆 对现在的一些感受 所以一个作品 它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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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累加出来的 所以我都是有一个闪念 就赶快去做 做的时候 然后有很多东西慢慢慢慢带出来 像这个向日葵 是我们小时候常见的 但是这个是当然是一个老化的 就是干扁的一个向日葵 但是这一块 这个我是故意把它的这个木头 把它就是磨 就是从销到磨 让它有一个鼓起来的 很微妙的一个变化 然后再处理成像一个空间 一个联想的一个空间 然后跟这个向日葵的关系 然后有一点点这种少女的头发 其实也是跟就是从我的那种回忆 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女儿的这种变化 那时候中国疫情正闹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到北京的那种冬天的感觉 就是冰冷的 那种灰灰的 然后甚至有一些滑过的那个冰块的那种感觉 只有那种冷 我觉得才能抓到 因为老北京的冬天 干枯的那种树枝 那个乌鸦 就是很有诗意 但是实际上里面包含了很多童年的故事 冬天的那种云 的房顶 然后北京的那种灰灰的感觉 可能你当时并不觉得幸福 对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美啊 作品我觉得细节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把那个细节说的准确了 你的作品那个语言的情绪表达才会到位 我自己的确也很喜欢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边 有时候什么都不想 就是看着作品 你脑子里边实际上在想很多很多东西 一个人的这种孤独的这种环境 实际上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这个时候 你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捕捉才比较像你自己 没有任何干扰 所以我是很喜欢一个人的状态 这种布呢 是我找的那种跟很老的那种 有点像以前的那种捉布啊 或者什么就很老的这种旧布有关系 但是人的记忆有时候经常 每次你想的时候 它可能出现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那个场景也不一样 而且这种变化 一种扭曲 挣扎 有很多在记忆里面也会出现 所以它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流动性 就做的时候很随意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把你那个当时的那种状态 用一些材料用视觉 用你的方法去表现的比较 比较贴切 我自己对布是有感觉 因为喜欢去摸这种比较柔软的东西 而且它的这种流动性 变化性比较灵活 当然你看它这里面的这种层次也是比较多 也是一遍一遍一遍盖住 它还是比较自然的东西 这种老化呀 风化呀这种感觉 尽可能的把那种就是当时那种情绪能抓得比较准一点 有些是用茶水这个颜色本身是茶的颜色 也是因为跟我妈喝茶的时候聊天 她会讲一些别人谁都听不懂的东西 只有我能听懂 因为那里面有我们的内容 就是有些记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这种对话 这种颜色实际上是茶水和颜色结合起来 就不是单纯的 完全是一种颜料 有些这种私密性 这种母女之间的这种对话 实际上是充满感情的 很多东西很缓慢 但是呢又很沉淀 好多记忆里面包括有一些这种我们之间的争吵 现在看起来都觉得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在镜子面前会对自己的另一次观看 其实里面也会联想到很多东西 我对这种成就的颜色特别着迷 因为只有这种颜色才能把我的很多这种感受能表达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门对我来讲就是概念中的家 你每次一进家一进这个门里面 你就觉得是一个这种温情的一个环境 因为门的记忆对很多人都可能不一样 因为打开一个门就是一个家 这实际上是一个牵笔在里面 就是记录 总是有一点记录的海在里面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没有听过的 你只是故意的 没有听过的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